我怎麼不太煩啊 各位 老闆娘生氣囉 老闆娘 你叫我滾是吧 我馬上就滾啊 掰掰 不見了 大明星 讓你目不轉睛 收視率搶搶棍 我們見外營 大家一起聽 大明星 女司機的愛情奇遇 天呼萬喚 眾所矚目 請鎖定華視頻道 每週日晚間10點呼叫大明星 什麼都不用說 調一下 不見了 不會 你還好吧 你在找什麼 書裡的東西不見了 書裡有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不見了 請問這張媽媽也抱在一起嗎 好 你幹嘛 喂 喂 霍言 我的彩券一定在那個女孩子手上 可是 可是我該去拿找她的 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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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拼大車隊 對 就是愛拼大車隊 麻煩請查愛拼大車隊 喂 愛拼大車隊嗎 請問你們這裡有沒有一位女司機 我們車隊有很多的女司機 你是要叫哪一位的車啊 我要找一位女司機 更是小小的 大約二十幾歲 頭髮不長 她在後面 還有 她轉化廣工廠 你說的是208的陳德馨 她剛好在車行 你要叫她的車是不是 車行地址給我 不用了 你只要告訴你現在的位置 她會盡快地趕到了 車行地址給我 現在 幹嘛那麼大聲呢 下集了 德馨 我跟你說 好奇怪 剛才 有一個人打電話到車行說 她馬上要到車行來 要指定坐你的車耶 嗯 我要的書呢 這裡 謝謝 德馨 要坐我的車 我去接她就好啦 幹嘛特地跑來車好 陳德馨 你什麼東西啊 德馨 你買錯了啦 買錯了 小姐 麻煩包快一點 不是買錯 不是買錯 只要你買一本書 你也會買錯 你是不是被阿力傳染了啊 對不起老闆娘 我沒有買錯 你還說你沒有買錯 我用了明明是2009年 一世大分析 這詞是什麼 我唸 唸都唸不出來 都換一國書 什麼啦 我不管 你自己出錢 再買一本回來給我 對不起老闆娘 我說真的 我一定可以幫你找回來的 是因為我在書店買書的時候 遇到博野 剛好他站在我旁邊 然後我跟他發生爭執 肯定是被他撞到的時候拿錯的 博野 博野 你是說 那個演電視又演電影 可能又高又下的那個明星 博野 對 你認識他 陳德行 你扯這個謊不會太瞎了 你碰到博野 那個應該出現在電視的人 他怎麼可能會隨便便出現到 他可以開得到的地方 他要怎麼可能出現在 我們 我們的車行 好 你是268的陳德行嗎 真的是博野 難怪算命的說 今年屬豬的女人 會有桃花 好痛啊 你弄痛我啦 好 今天在書局 我的書跟你的書拿錯了 我知道 那是我老闆娘的書 我剛才也因為這樣被罵了 你的書還你 請幫我的書還我 對不起 不要對不起 書在哪裡 我老闆放在垃圾袋裡面扔了 扔了 扔了 你說你把我書扔了 扔在哪兒 現在應該在垃圾車裡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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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重要的東西在裡面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拜託 謝謝 我找到了 在我心裡 在我心裡 永遠的矮情 我找到了 你要找什麼 我見了 不見了,什麼不見了 梳裡面的東西不見了 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有 裡面有什麼東西好像不管你的事吧 我也沒必要告訴你什麼 我只是好心要幫你找你要找的東西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要找什麼東西啊 好啦,雖然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大明星要為了一本書去翻又脹又臭的垃圾 現在你把書還我,我也幫你找回你要的書 先回去了 你把書還給你 當你心目中夢幻的王子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好像,整個空氣都變得清晰 整個世界都變得閃亮 而美好了起來 你當初認識我的書也是這麼說的 我當初是瞎了眼啊 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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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也來找你做什麼啊 沒什麼 他只是想拿回他跟我拿錯的那本書 對了,你的書他也拿來還了 我也摸過的書 哦,好有夢幻的味道 對了,你跟柏妍是怎麼認識的啊 他以後會再來嗎 認真說起來 只有我,我跟他從來沒有真的認識過 以後,我也不想再看到他 我先走了 不想再看到他 為什麼啊 rzy姊姊 你的眼眶 不能夠 你 你